下一秒 周围瞬间浓烟滚滚 紧接着贴身护法 全被小鬼附身了 看情势不对 虎神无奈只好寻求第二个方法解决掉小鬼 那就是来到小鬼目的找出他的尸骨 把他的真身给烧掉 可就当他打开棺材的那一刻 被恶灵附身的徒弟也追了上来 虎神健壮赶紧撒腿做跑 可小鬼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虎神直接就被暗倒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眼看着虎神就要被小鬼们掐死之时 下一秒他就眼冒金光 虎神附体缓缓站起身来 直接三下五除二就把几个小鬼送去了西北 但就在这时 一股黑烟直接从他身后冒出 紧接着他就被怨气崩飞了十米远 一把插在了身后的树枝上动弹不得 可在这个时候 恶魔真身也随之出现了 看到恶魔如此强大 虎神直接使出洪荒之力 以肉体作为代价 召唤出来了金虎大帝 而另一边在家里的儿子 也父子连心 阳天长孝 把所有神力积攒到了金虎的身上 下一秒 金虎就一个飞扑扑向恶魔 把恶魔咬了一个一干二净 故事的最后 所有被恶魔附身的人类 也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而虎神则趴在地上 已经完全失去了生命体征 但他的儿子却继承了父亲的神力 成为了新一代的虎神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